接下來我們要看的題目就是一些有關於飽和的問題 問它有沒有飽和啦 然後問它是不是都可以全部溶解掉啦 諸如此類的 諸如此類的這些問題 這些東西原則上都不太需要什麼計算 應該是根據它的敘述看一看答案就會有 他說有一個鹽比較有沉澱 我們前面講過有沉澱就表示已經飽和 風口放冰箱表示要降溫 我們講過了鹽巴的溶解度是溫度越高溶的就會越多 溫度比較低溶的會比較少 然後就問你說這些敘述誰是對的 剛才講過了底下有沉澱表示飽和了 已經裝滿了這個溫度裝滿了 放到冰箱之後 溫度就降低了溶解度也就降了 表示能裝得變少了 表示你原來裝滿然後後來裝得變少 表示裝太多就要吐出來一些 所以吐出來一些就表示呢 沉澱的量就會增加 然後濃度會下降 因為溶解度降低 但是仍然保持飽和的狀態 就是原來是飽和的後來還是飽和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OK 同理呢 讀問問這個 他說有一個藍色沒有沉澱的飽和容 他可以告訴你飽和是沒有沉澱而已 然後溫度下降時顏色沒有變還是沒有沉澱 而且上升時會變淡 那我們前面教過了 如果比較濃顏色會怎麼樣 比較深嗎 比較淡顏色會怎麼樣 會比較淺嗎 所以他反而是怎麼樣 降溫的時候沒有變 升溫的時候顏色會變淡而且有沉澱 因此由此可知 它的溶解度的關係應該是哪一個 應該是哪一個 溫度下降的時候跟原來一樣 溫度上升顏色反而會變淡 溫度上升反而會變淡 那有沉澱發生 所以它的關係應該是哪一種 黃維瑄 哪一個 你選的是A喔 為什麼是A 溫度上升變淡 表示還有沉澱 可是溫度上升 如果多少容得少 溫度上升反而要容得比較少 所以要選擇溫度上升容得少 只有A選項是溫度上升容得少 溫度上升容得少 溫度上升容得少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A 舉例 這個就是 問你誰最濃 給了 我們給了這個表格 告訴你不同溫度的溶解度 有人會問 能不能全溫 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問你說 拉拉的之後 各種狀況 有20度的有30度的 有看起來有沉澱的 有看起來沒沉澱的 那麼請問你 誰應該會最濃 根據那個表格就會曉得 根據這個表格 你就會曉得誰會比較濃了 剛剛講過有沉澱的表示已經飽和了 有沉澱的表示已經飽和了 所以誰應該是最濃 誰應該最濃 張子民 等我 張大哥 子民 你的答案 你選的是豬 這個50度C底下有沉澱 表示它飽和了 那根據前面的表格 你可以看到50度會溶得最多 所以50度的時候會最濃 最濃 所以呢 我就確定是50度的 那個30跟40也是可以確定它是有飽和的 就這樣子 所以你也不要什麼計算 看一看就會曉得 這是一個容 這是一個問 有關於飽和不飽和的問題 OK嗎 OK OK 很好